HELLO 各位歡迎收看本期影片 最近叔叔又回來打一下中路了 如果你有很常觀看我們頻道的話 你應該會發現以前叔叔就是一個中路玩家 我剛剛是講但是 我發音有點不太標準 但是呢 你應該有發現我在今年的時候 就開始瘋狂的玩射手 因為那時候如果各位有在玩中路的 應該就發現就是那時候出了一個東西叫做 三人線 那時候就是出了三人線這種東西 哇 中路狗敢窮 我就不算算了 你知道嗎 我講一個中路人的心聲 那個版本 中路有夠可憐 有夠可憐 所有的人都要來蹭我的錢 大家也要蹭我的錢 魔龍路要來蹭我的錢 有時候凱撒路也來蹭我的錢 我中路窮到爆 然後我還要幫忙你們做卡點資源Poke 一大堆事情都要我走 所以那時候我就不算爬 我回去打射手位 結果呢 這個版本又改回來了 因為現在沒有所謂的三人線 現在就有點像是回到以前的感覺 就是中路你可以不管是做中野斧 或是你去做魔龍路的卡點資源都可以 OK 就是回到以前比較自由的時代 而且現在你的中路 將真的是有錢的 所以你也會發現一些中路的強勢角 就慢慢的浮現了 那今天呢 要推薦你的 我們上一期其實推薦了兩隻強勢中路角色 今天要推薦你的是一隻百搭的工具人 沒有錯 就是克里希 為什麼我們會說他是工具人 工具人顧名思義 他不是你的菜 對吧 可是你他很好用 你懂我意思嗎 工具人就是他沒有像那個帥哥學長一樣 看那麼帥 那麽你把他當偶像在看 我一個單壓雙槍這樣 他也不像那個 哇 打籃球 學校那個打籃球的那個學長 看我打球的時候好帥喔 他都不是 他就是一個 學妹要我載你回去 那載你回去 那學妹你要我幫你買午餐 我幫你買午餐 他就是这种很好用 他很好用 你会利用他的一只角色 他是一只T2角色 在我自己心中 虽然我很喜欢玩他 但是他是一只T2角色 就是他并不会在 比如说职业赛的短波 短波是什么意思 就是比如说Bow 2 Bow 1 他比较难出 因为现在讲真的 Bow 1的强制角 如果今天是打Bow 1的话 强制角就是一直出 这个理由我们在影片后面 会跟你做解析 很容易就会让你懂 我们先分析克里希这只角色 是什么角色 手长的角色 所以基本上他今天 对于敌方后排有一定的压制能力 因为我手够长 再来是他洗线其实也不算慢 算是快的 OK算是快的 再来是什么 他可以灌一套输出 他可以灌一套输出 他具有所谓的开战能力 只要你二技能扣着 如果你今天可能是带一个瞬移 或是你带一个急走 你今天只要二技能弹到 那个人就可能会被你二一大 直接给接死 然后他血线会直接不见 再来是克里希他其实 counter一些我们现有的 也不算counter 就是好打 我个人是觉得好打 我自己玩下来我觉得蛮好打 就是一些现有的T1打野角色 比如说今天敌方出 蓝朵打野的时候 你可以选一下克里希来去打他 或是敌方可能出旅步的时候 你也是有空间中路出克里希的 OK 那我们非要不是说 马上进行我们这场 巅峰实战 那首先呢 克里希的出装其实很多元 就是你自己可以去做搭配 像你可能会有疑问说 叔叔为什么你会出小黄球 因为我自己在玩克里希这种角色的时候 我不太喜欢回家 我就会出 而且小黄球对我来说是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所以我就决定会出他 然后再加上我可以配合中路的补报 来去做回魔的动作 小花球回血 中路补报回魔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我这场应该是在前期的时候 不太会回家 除非今天我可能失误了被敌方打三个回 然后再来呢 就是你打中路你要记得 卡视野 我们刚刚呢 那个辅助做得非常好 他先帮我往前 那我们这里呢 就聘了一个什么 我们就知道敌方是什么 篮起 敌方是篮起 你就记得 中府就是要做好这种 所谓的工作 然后有事没事呢 你就可以站在河道边 一直卡栏夹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做 因为我们没有要让你很舒服的上去干我的魔龙路 很简单 你不要想说今天游戏 魔龙路自生自灭 没有 我们是一个五五团队游戏 你中路该做的就是帮你魔龙路 看好敌方的视野 OK 你视野都照给他了 如果他还可以送头 那你请把他 就是把他游戏给删了 不是啊 然后呢 棘手跟瞬移这个东西 你可以自己来去做 搭配 那叔叔自己老了 那个反应迟 所以呢 带瞬移 就是你带瞬移的话 你可以瞬移二技能开战 不过呢 叔叔那个年纪有点大 你知道吗 我怕我会计轮 我怕我会计轮 那个计轮一次 我的天 那个什么 学妹直接计一辈子 你就只想 他就是上次 那个准备跳起来要灌篮的时候 拔斗的学长 我就不想这样子 所以我就决定带一个最稳的机轴 OK 那当然如果各位 你们的操作一定比叔叔还要来的年轻 一定来的比叔叔反应还要快 所以呢 你们是可以带瞬移 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OK 我们这边呢 一样直接卡进敌方的红区配合打野 反正就是看好视野 有机会 干进去 OK 我们这边呢 直接开个集中 因为我觉得 敌方小丑太深了 没有错 我们一技能大绝二技能 把它弹开之后呢 再拉一下不急 然后利用我们恶魔觉醒 一个桥位置 一技能 成功收走敌方小丑的人头 不过队友这边打得有点太深了 应该是 完蛋了 然后呢 以我自己玩中路的 想法概念 我是比较喜欢去支援各路 就是我不会只打一路 OK 我会看情况 就是主要是敌方打野 可能大概在哪里的时候 我就会来去干他 OK 我们这边呢 直接一个凝霜 骗走他 然后再一个二技能 成功带走他的人 刚刚就不要慌 因为你有 你有凝霜宝足 所以你是绝对可以做出这种操作的 OK 你就是 因为概念很简单 你之后他想要勾你 然后一技能往前 二技能把你勾回去嘛 对不对 但是我们就在他勾的那一瞬间 他勾到我了 他就一定会想说一技能往前 不好意思 我有凝霜 你就可以做出这种费 OK 我们这边呢 在进行一波gank 成功配合雅链 带走地方 废类的人头 那我们下路就成功做到了一个2比0的击杀 那上路呢 是三打二 所以他们绝对会赢 OK 那一样 看到人直接poke 你记得你是一个中路 中路要做的就是最多最多的事情 就是你要卡人卡人卡人 看到人干人 你现在中路是有钱的 你不在 你基本上 你现在中路有钱的情况下 你就没有借口说 因为我没有钱 你就一直吃 对我钱 这我打不出 没有 现在是绝对可以这样子做的 那克里希 前面 你看到人就直接 1 2 2 1 大绝 灌他一套 他直接血缠 你就有什么 人数上 血线上的优势 你就可以call对我来去进行一波gank OK 克里希就是很百搭 他的爆发输出没有到特别高 可是他就是 很好用 很好用 你叫他去买午餐 他就乖乖去 你叫他帮你修电脑 他也去 然后结果他就想说 哇 他今天可以去学妹家欸 他 这个人没去他家 结果你是要 他帮你修电脑 对 然后当然 应该会有人有疑问说 欸叔叔 那我 我看你这把你出的是 素质短靴 就是所谓的磨穿鞋 那我可不可以 今天敌方控制很多的时候 我出模仿鞋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绝对对可以 你当然你觉得 你觉得你今天可能会被敌方控爆的话 模仿鞋是可以出的 那个出装是灵活的 或是你今天觉得说 我根本就不会被碰到 我不是像叔叔会被敌方碰到 那我就直接 不出那个小黄球 那当然也可以 好不好 我相信你们操作绝对OK 那我们这边一样 敌方想要干嘛 我们就直接干他就好了 不要怂 不要怂 打中路 凶回去 有技能凶他 没技能的时候怎么样 往后退 就这么简单 看到人一样 先一技能起手 记得离那一只安奈特 跟你的小兵远一点 因为以安奈特的角度 他就是想要利用他的小兵 瞧位置 然后串你 对不对 如果你今天是安奈特的话 你就会这样打 所以一样 我们站在他的角度 很简单 你今天跟你女朋友沟通的时候 你就站在他的角度 想 干 真的想不出来 为什么他会生气 你知道吗 真的搞不懂 只是肚子饿而已 生什么气 难怪我们没有女朋友 然后再来我个人认为 因为上一次 叔叔在推荐一些 强势角色的时候 我发现有一个问题 因为有一些 可能刚玩的玩家 他们会比较希望推荐一些 比较容易上手的角色 因为讲真的 现在强势角色 我个人是觉得 对于新手来说 比较不友善 比如说中路来说好了 可能颯枷拉茲 这种角色 你会觉得好强 但是讲真的 刚玩游戏的玩家 可能会对于他们来说 比较偏难一点 我觉得这很正常 因为如果当年玩的时候 我感觉 拉茲怎么那么难操作 怕醉拳 刚玩我觉得这很正常 但是我觉得克里奇这角色 就是上手难度如果五颗星的话 他改一颗星 就是非常适合新手 来去做操作的选择 那我们这边一样卡住中右核道 因为我说过了 凯撒要出了 你就卡住这个视野 人过来我们就打他 一样人过来 一技能二技能 往后拉一下 因为我们怕什么 敌方突然O-in 灌进来 因为敌方刚漏三个人 所以我们就是打完技能之后 往后拉 记得 然后我们这边看一下 这个配线 队友全部往上走 呃我们赶快清一下中线 等一下呢 可能要call他们 亮一下这个凯撒 请他们过来 因为敌方在散 一样地图观判断一下 敌方三个人在上面露头 我们五个人在下面 所以我们可以干嘛 我们直接可以持凯 很简单的一个地图观 我们这边呢 一样凯撒四野 不过亚伶的血线好像不太健康 我们这也不急啦 不急 因为现在呢 敌方是处于这个 偏被动的情况 而且呢 凯撒四野优先拳势在哪里 我们这边 OK我们这边 四野优先拳势在我们这边 所以我们就是踩住 人过来一样 把他打退 不要让他过来 不要让他过来 就消耗他就行了 然后这个凯撒 我们队友就可以怎么样 暗暗稳稳地吃掉 记得中路要做就是卡位置 卡人 卡人 记得 就跟打人球的感觉很像 人家要牽引 卡住他 不让你过去 OK 你队友就可以怎么样 不是 不是人家要防守 你就 你队友要进攻 帮他卡 制造空前 帮你的队友 记得 这个就是中路一定要做的事情 中路不再是什么 又丢技能 制造伤害 NO 中路是很深奥的位置 好一样 我们天空巨龙放出来 准备要攻塔了 对不对 那一样 等 我们就是 天空巨龙在哪里 我们就な 哪里 人员配置要配好 一样看到人直接丢他的招 中路线呢 我们等一下去补一下 那现在呢 因为上路线是推的 下路线也是推的 我们这个中路线 不用卡 因為現在下路線是優先推進去的 所以我們這邊中路線直接把它清掉就行了 隨機應變 你要看配線來去做銀線的處理 這邊敵方做了一個封塔對不對 我們先打人 記得敵方封塔的時候先揍人就好了 其他的不用想太多 然後這裡就是先把人處理掉 然後這邊有沒有看到 銀揍想要勾 一個二技能把它拍下來之後 一技能成功救下我們拉威友 因為拉威友不能死啦 因為他是一個主要攻塔的射手 那我們這邊成功保住他之後 遊戲就到了結尾了 沒錯我們就成功拿下這場勝利 最後呢叔叔技術終結 上一次叔叔被問爆的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現在世界賽永遠都是出那些角色 為什麼很多角色都出不來 是因為不強嗎 什麼什麼鬼的 來 各位因為我們那天在直播的時候被問爆 然後一直問 然後我就一直重複回答 所以我今天決定做一個影片 我付給你這個觀念 選角的觀念 來很簡單 因為你現在看的世界賽還在小組賽 小組賽是Ball 2 就是打兩個回合 等到後面的賽事之後 八強四強會打什麼 Ball 7 長Ball 因為在全局BP的情況下 前面選過的角色我就不能選 所以今天如果長Ball的話 我的角色就必須平均分配 但是如果今天是在短Ball 可能Ball出的話 我角色不用平均分配 我就是強四角T0 T1角色 最強的角色全部拿出來 選爆就這麼簡單 因為今天短Ball 所以你才看不到 因為現在是小組賽是短Ball 所以你才看不到其他 比較偏二線的角色出來 但是那些角色你到後面的比賽 一定會看到 絕對會看到 因為長Ball之後 就不能在每一場都ALL IN 你懂我意思嗎? 這個道理很簡單 你就想你今天在打 在打可能槍戰好了 今天有七個回合 可是你有七把武器 問題就是呢 你每一把武器使用過後 你就不能再做使用 那你總共要打七個回合 你可能有一把小槍 可能有一把衝鋒槍 可能有一把護槍 可能有一個拳頭 可能有一個藍波刀 還有一把最大把的火神 可能還有一個超級大的坦克車 對不對 原子彈之類的 可是你今天子彈 你今天要打七個Ball 所以我必須平均分配 我必須依照敵方陣容 平均分配 因為全局BP的情況下 我不能每一場都用同樣的武器 所以我就必須平均分配 可是這場我就考慮用藍波刀 對面的選角比較偏弱一點 我用藍波刀就可以了 今天對面的選角超強 不行 我要把我原子彈叫出來 但是如果今天是在短波 你只打兩個回合 你今天有七把武器 跟剛剛前面講的一樣 你有七把武器 但是只打兩個回合 我就原子彈跟坦克車 一直開就好啦 對吧 我就最強的武器 一直O-IN一直O-IN一直丟 因為反正只打兩個回合 選角概念就是這樣 再來舉一個例子 假設你今天有七個女朋友 假設你今天有七個女朋友 一個禮拜有七天 你要平均分配 對吧 星期一給A 星期二給B 然後CDEF 一路這樣排下去 但是如果你今天有兩個女朋友 一個禮拜一樣有七天 你今天就可能三天分給A 四天分給B 有沒有 時間管理大師 幹好羨慕 叔叔一個都沒有靠北 我們現在開始 抱你 謝謝 下期見 掰掰